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各位網友! 歡迎又收看這個新淵透視 今天呢 在我們我和子健中間的一位朋友 大家看看 他一身體育的打扮 涉件衣服在這條體育褲裏面 真的很少見到朋友這樣穿 有! 少林足球 沒錯! 他是一位體育人士 C Sir 可否要他的體育教師呢? 知不知道 只好是講教練 教練 體育教練 一個outclass的教練 教人怎樣體育 我是教籃球的 哦 籃球教練 看他這麼高就知道 大家看看 你站起來看看 嘩 多高 你看我站起來到他教你 免得自卑 站起來看不高的鏡頭 從身高方面看到他一定是一個籃球教練 師長今天想跟我們講一下 東亞運動會 東亞運動會 創造傳奇 創造了傳奇 很多苦主 都是體育界的苦主 還有今次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跟那個運動會一樣 沒人看 簡直好像東亞銀行運動會 唯唯唯的 而且金牌 銀牌 寫著龍鳳碼 中間穿洞 真的挺特別 趁著這個東亞運動會 就找一些體育界的人士 私誠上來聊聊天 那找他講什麼 難道是講運動會 師長 我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 我跟這個苦主大聯盟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呢 不好意思 我已經脫離了這個 香港的體育總會的 所謂什麼註冊教練 你是籃球教練 我只是一個籃球教練 或者很喜歡打球 在街邊阿伯教維園教的 那些都叫籃球教練 我就已經脫離了 所以我不是苦主 不是那個體育 苦主就是在裡面 我已經出來 我是天堂的人 出來都可以是苦主 出來就不是苦主 因為你看著那些人很苦 我挺開心 我又一樣生存到 他在體制裡面很苦 他跑出來 那就很開心 是啊 真的很開心 當你看著支票 原來你做完事 立即有收 而不是過一年多 我想這件事是很大的快樂 是啊 講時講你 今天上來當然不是這樣 大家出入睡 你當然是說他 你過往的 不愉快的經歷了 其實我不可以說過往有什麼不愉快的經歷 因為我告訴你 我知道很多總會 他們做事一定是對的 因為我試過曾經出一封信去投訴他 我還要經過立法局議員 然後他竟然給了一封律師信 我說我誹謗他 我收了一封律師信之後 我肯定香港的所有總會 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 因為他們原來一投訴他 就給了一封律師信 總會大了 但我不是說我那封律師信 即是我的投訴信是亂做的 因為我的信是給了康民署 康民署叫了總會回覆 那封律師信後 他回覆了我 他有事要改善 你當時主要的投訴就是沒有出糧 拖糧 拖糧 拖了多久 年多 年多 這樣也不死 但我們不斷地做事 你看他那麼瘦 其實那時候我們請他喝一瓶 請了學生的汽水是很偉大的 可能你以為其實沒什麼 但是那時候 一年沒人出的時候 你可以請學生喝一瓶氣水 這些是叫偉大的教練 但我們不會知道 還有我們在行裏 我們的教練 我認識 他們是教完球 晚上就去捧餐 我不是說捧餐是不好的 但當你看到他們是 要靠很多其他東西才可以 幫補 因為我們不可以由九點到晚上 我們只可以教放學的時間 每天都只有兩個小時 他們那種生活 在學生面前 就是一個教練教你怎麼做人 但當你看到自己的生活 可以說是miserable 很可悲 最慘的是 當你努力去教任何工作崗位 你希望是晉升的 但你發覺原來 在我們的體育體制裏面 你努力去教 你不知道 到底怎樣可以晉升 即使你獲冠軍 或者獲獎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即是他不可以保證到你 可以做得好 但怎樣可以多些球教呢 我曾經跟總會同時談過 總會就是籃球總會 因為他 那些總會 我不知道 大部份的總會都是這樣的 但籃球總會 大家打一下 是 我想大家明白 如果你會發覺 你做了很多事情 你都不知道 到底你會不會有 那你又怎樣 總會同時回覆我 你主動一點 即是你主動一點 就會多些幫我教 主動一點 我就很丟頭 即是我想 可能我打電話給你打多幾次 喂 很煩 給多些幫你教 即是這樣 那些地盤的判頭 是這樣的工人 所以其實真的是苦主來的 因為呢 你不是苦主 即是那些在做的 即是大判 即是大判 他要看大判怎樣做 但大判 是不會告訴你 他怎樣才判給你的 那大哥 你知道現在好像做工程 那樣 喂 你要判給你 喂 大家出來晚上吃飯 喝茶 可能是這樣的 但他從來都不看你教球 那怎樣可以知道你的水平呢 當然那天有些問卷調查 那些老師填上那些 他說可以看那些 總之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 就是那個口他怎樣說 這件事是很難想像 南球總會其實是怎樣組成的呢 我們真的很想知道 足球總會你知不知道 足球總會 足球總會我都不知道 因為太久歷史了 但如果我的basic資料 就是基本上都是一班比較有錢 或者在球圈已經打滾一段日子 有江湖地位的人 大家去談談 看看誰做 你一般人想進入核心裡 都頗困難的 南球總會是否都是相類似的呢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我當年打過甲一 我記得那個班主 那個班主是他 那個班主到現在都是他的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匪夷所思的 因為在現在的體制裡面 其實那些班主永遠都不會退位讓言 而他仍然是持住那個權力的 在我看到的這個體制裡面 那些委員 他們會控制著很多聯賽的隊伍 那變成很多時候 譬如我聽過有些傳聞 譬如你想打一隊越早 如果你打去總會問 他就說你要拿冠軍 譬如你康文杯拿冠軍 但康文杯那些是有甲一在打的 那我跟阿快必你整個隊 怎麼永世都不會 但怎樣 但我有些朋友可以進去打的 怎樣呢 那些方法就很匪夷所思 就是找到一些有權力人士 大家談好數 這樣就搞定了 所以很厲害的 我只知道總會的委員都是 我想問你班主的問題 因為在足球世界裡面 你的班主有錢 誰就發事 買這個球會 他永遠都是班主 那籃球是否這樣 還是有其他程序再產生 我只知道每一隊球隊都有一個班主 有一個人 有一個持牌人 是的 那個人 每一隊球隊他要有權參加比賽 他要有那個牌才可以去 但班主永遠不會轉名 所以可能他退出 再比出來 都會在那裡的人才知道 如果我們外面的人 基本上沒有辦法可以踏腳進去 簡單這樣說 那個維威惠的黑箱作業 那個情況是否嚴重 我相信很嚴重 你看到香港今天 我們完全在報告的雜誌上 極少看到 或者好像你看到 最近的 對 虎主大聯盟 17年 他聽說不能參加油總搞的比賽 他17年都引導 其他總會還沒有聲音 我只知道 黑箱在會的情況是很嚴重 是很嚴重 是很嚴重 我自己作為一個教練 我見到一些小朋友 我很開心 我見到他們很努力去打球 但我自己很衷心一句 你可以打籃球 你可以努力去玩好盡力 千萬不要成為你的職業 這個就是我坦白的一個分享 如果你們想在香港 去給心機去 或者我講我的體會 或者香港的團隊 特別是 可能個人的項目 都還有些空間生存 但團隊 因為香港更加難有那個空間 真的不要進去做 否則你必然是一個虎主 其實你說到整個運動界 體育圈裡面 那種恐怖法 是很恐怖 基本上你現在是中谷各位市民 真的 體育界不要進去 是 真的 他還想教坡 我告訴你 其實 不是我玩 換跳而已 我不是拿去找吃 是真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 真的不要進去 特別我曾經說過 其實總會控制著 就是因為他控制著教練的法牌 就是我去比較 就是體肆行總會 他沒有控制到那個法牌 就是有很多外國機級 可以進來 所以有很多其他教練 所以那個行業是比較 prosperous 比較繁榮 其他就不行了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壟斷 不民主 對 不民主壟斷 以及一個大家可以更多元一起參與的過程 所以我們下一節再談 今天是平日回來